大家好 升旗以得道 今天是2021年4月13日 星期二 這一節繼續 跟大家分析一些國情的新聞 上一節說了 中共的官員下馬 跟王岐山有一個很密切關係的董宏 就是中箭 正式下馬 這一節話題轉一轉 就要跟大家研究中國大陸的旅業 不是旅遊業 而是金屬的旅 到底會不會崩潰呢 事源就是跟歐盟 對中國大陸 徵收臨時的關稅有關 所以就要跟大家研究一下中國的旅業 到底面對著歐盟的關稅 到底是不痛不養 還是正中要害呢 詳細在講之前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6部曲 這節也是本台的緊急呼籲 你正在聽這個節目的時候 你正在聽本台的後備頻道 星期二日報 本台的主要 頻道戶口 YouTube的主要頻道戶口 升旗易得道的戶口就是被 禁止上載 暫停發佈 原因就是跟YouTube 忽然之間收緊 言論自由的尺度有關 無端端 將絕大部分媒體有報導的東西 我們一說就是失實 然後就是禁止了發佈 估計跟累積了很久 尤其是美國大選的時候 累積了YouTube的懲罰機制有關 無論如何 我們的YouTube戶口暫時就是被禁止上載 我們只能夠動用後備戶口 後備戶口雖然已經有很多聽眾來訂閱 亦有很多人來聽 但是訂閱人數 跟主戶口比相差甚遠 雖然現在已經有37,000多人訂閱 但是跟主戶口相比 相差就是將近10倍 我們的主頻道應該訂閱是35萬多 希望大家繼續做支持六部曲 記得開Google戶口 訂閱後備頻道 亦希望大家聽節目的同時 打開升旗易得道 主頻道 繼續播放清單 如果有空就可以繼續點擊廣告 這個就是幫助我們激活戶口 以及支持 黃色媒體的一個好方法 再說一次 免費的模式 以及支持六部曲是本台發明的 這個營運模式也有很多人跟隨 一種模式之所以能夠 能夠成功 行之有效 最重要的就是 來自支持者 來自聽眾 所以很感激大家 全靠 香港人互撐 其實香港的黃色媒體 如果不是靠香港人去撐起 實際上的確很難經營 因為基本上 中共 跟港共也會拼命 出盡全力 是吧 甚至乎就是動用其他力量 也要打壓你們 來來去去 中共就是想人家收聲 國安法已經成功 令到很多人已經收了聲 已經不能夠表達 面對著中共的其中一個反擊 你說真話 不斷說已經是一種很強大的反擊 最大的武器就是謊言 繼續跟大家研究這個 中國的女業 根據路透社的報導 歐盟 就是對於這個 中國大陸的女財 所有的女財產品 要徵收 臨時關稅 事源 早前的調查所得 說中國的女業 基本上就是以一個 人為刻意 把這個價格調低 傾銷 去了歐盟的國家 歐盟官方正式公佈 歐盟的執委會 最新設定了新的 臨時關稅 要對中國大陸生效 臨時關稅的百分比是19.3% 至最高可以到46.7% 根據報導內容就說 具體的徵收就是由出口商決定 不知道exactly的意思是什麼意思 應該不是說百分比可以由出口商決定吧 中央社也報導說 歐洲的女製品 的業界人士 原來在早前對於歐盟提出 投訴 說中國大陸進口的 一些廉價的女才 令到他們失業 於是歐盟的執委會 European Commission 進行調查 決定 開徵新的關稅 對準 中國的女才 根據報導 中國藍山 集團旗下的企業 將會適用最低的稅率 例如山東的藍山旅業股份有限公司 以及江蘇的常旅旅業集團 全部都會面臨新的關稅 稅率 就是28.3% 歐盟正在做什麼呢 歐盟正在做一個 反傾銷 反傾銷的關稅 什麼是傾銷呢 昨天說順風的時候也說了一些類似的東西 其實所謂傾銷就是用一個根本就低於成本的價錢 就是繼續做出口 直至 其他人的市場 對你的產品就是造成一個 相當之大的依賴 然後才 就是將價格提高 再控制供應量 換句話說 傾銷就是一種毀滅 一個市場的一種方式 傾銷就是中國大陸 現在基本上就是不斷地在做的事 他們基本上在做的根本不是生意 完全就是首先將市場 就是徹底人為破壞 假如按這個報導內容所說 假如如果 一大堆的女產品 女業公司 全部面臨著28%的稅率 到底還可不可以做出口的生意呢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因為一徵徵利的稅率 已經是20%多 大家就要問一個問題 到底中國的 女業公司 毛利率 毛利率 有甚麼可能是 超過28%以上呢 答案當然是不可能去到那麼高的毛利率 換句話說 你每賣100元的東西 首先就要你交出28個多 你有沒有可能就是可以把那條數 計算在成本裏面 可以賺取收入呢 也有些數據跟大家分析 尤其是中國女業 中國女業的號碼是601600 在最近的財政年度 最近的12個月 他的毛利率 平均是8.2% 其實中國女業就是 其中一家毛利率算低的公司 如果看看其他 旅行業的公司 你會發現最高的毛利率的公司 可以達到30%多 南山女業 他的毛利率最高 只能夠達到24% 換句話說 你看 行業的結構 其實沒有人能夠 毛利率能夠超過28%的關稅 所以基本上就是 等於整個歐洲跟你說 我們現在不做你生意了 拜託你不要再賣 那些 旅製產品 以及你的旅製產品 拜託你不要再賣 到底歐洲不買你的東西 到底是歐洲死還是中國大陸死呢 很明顯 當然就是中國大陸的旅業會陷入崩潰的邊緣 根據2020年中國女財行業市場的分析報告指出 中國的旅裁行業基本上就是完完全全 是一個產能個性的局面 其實大家都很清楚 其實中國大陸的那個生產和工業基本上全部都面臨 就是產能個性 簡單來說 他們生產的東西是遠遠多於他們需求的東西 所以為甚麼中國大陸就是大搞一大一路工程 要將他們 生產個性的東西輸出給其他國家 如果根據報告分析 中國的旅裁 其實出口量 就是大進口量非常之多 根據2019年的數據 發現 中國大陸 整個旅裁行業的 總 進出口加起來 總量就是 550萬噸 進口量 原來只有35萬噸 出口量 就是515萬噸 換句話說 出口量是遠遠拋離進口量 一個極度依賴就是 別國向你進口的一個行業 一個這樣的行業 現在就是遭受 毀滅式的打擊 這個關稅絕對就不是 你可以輕易中和的 也就算你的毛利率真的能夠調高 調高到超過關稅的稅率 但是對方也可以再次調整這個關稅 換句話說 根據行業分析 以及根據中國大陸的旅裁 旅行業 生產的結構和經濟營運模式 面對著歐盟的這個近乎是制裁式的關稅 基本上就是毫無辦法 基本上就是 陷入一個 毀滅式的打擊 中國大陸從各個方面都看到 既然出口就受到嚴格的限制 到底他的外匯還剩下多少呢 你賣東西給人的時候就是 就是收了外匯回來 當你的出口完完全全被限制的時候 包括棉花 新疆棉 整個製衣業 整個產業鏈 人們就搬走了 一定對於中國大陸的外匯 造成一個極嚴重的流失 旅業一個如此依賴外銷的行業 竟然遭受了懲罰式的關稅 我們可以預計就是中國大陸的旅業 將會陷入一個 登盤式 的狀態 到底中國大陸會不會繼續 出招還擊 要對付歐盟呢 我們就非常樂觀其成 這節跟大家說到這裏 拜拜